我还是强调这个案子基本上我们不用管他 严压到什么时候 严压到天荒地老 如果今天减掉他们敢压 一直压压压压到这个天荒地老 我觉得也没差 但关键在于说你起诉书总是丑媳妇要见公婆 总是你要把人家起诉吧 那上礼拜这个也不是上礼拜前几天 法务部长郑明天说有被收押的人起诉率高达98% 这句话某种程度就暗藏了 柯文哲基本上就是起诉定了 你看吴宗憲委员讲说起诉率99.9999 那其实正常你被收押你的起诉率就98%了 所以你看虽不中不远矣 那不管怎么样柯文哲被起诉已经是一个我们可以预见的事实了 但是呢现在就问题就在于说 好比如说到时候起诉书里面会不会有冷钱包 第一个 为什么现在北检还不能够去跟媒体证实这一段原因是什么 如果他不能构成所谓的犯罪事证的话 到时候在起诉书是不会写的 起诉书是不会写的 那如果这个有 比如说有有查扣但是没有证据没有办法对接 同样的他也不会写 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说 到时候这个案件他侦查的实际的内容 实际的金流到底证据为何 既然昨天注意他们昨天在做这个 严压而且呢强调他这个主要的就是两大块的罪嫌 一个就是违背职务收费以及土利当初 当初那个收押的时候的 那个不管北院北院主要的理由就是说 土利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个部分罪嫌重大 但违背违背职务收费是说还要再去查 那昨天这个检方他们严压的理由 直接讲违背职务收费 就是说目前这个罪嫌还要继续调查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柯文哲卡到就是这两块那这两块呢 对于柯文哲来讲当然最好的消息就是 违背职务收费里面你查不到金流 我对柯文哲来讲是他相对来讲 因为土利即便也是五年以上的刑期 但是呢土利相对来讲比较 在贪污里面相对是一个比较轻微 相对不是说绝对 那还是很重啦都五年以上都是重罪 但是呢如果今天有了金流 对柯文哲来讲那个就叫一刀毙命 因为比如说我们讲 我们最喜欢讲扁案 现在很多人拿扁案来去比喻柯文哲 但是扁 陈水扁的钱 哪一笔在哪边哪一笔在哪边 那时候讲得很清楚啊 那现在不管是那个什么1500或什么样 其实里面大部分的都叫政治现金 那如果今天政治现金 跟他现在这个到底精华尘埃 当中有没有什么连结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那这是第一块 在第二块我们讲橘子的部分 橘子的角色当然我不清楚 他到底是不是什么贴身帐房啊 或是怎么样 不管他是什么角色 但现在不寻常的就是 为什么点名这么久了人不见了 如果今天比如说我们讲 沙沙主播哦 如果今天你被一个司法案件讲说 你涉及什么 你会不会主动说我是冤枉的 通常都会主动发一个声明嘛 透过友人透过媒体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也要喊冤 对你就要讲说或是说我近日内将会主动配合 这个接受检调的这个的征讯调查 正常的逻辑是这样 但是橘子他被点名两三个礼拜之后 就我了解是其实检方是有透过管道 去跟橘子联络 要问他要不要回来的 那但是呢他没有打算要回来 那这一块才会变成说最后发布通信 当然我说像民众党他们就会觉得 那那个超司机档案的祖贤啊 也在日本 吴玉飞在日本啊 现在也一个月了哦 他是9月24号那时候发动的哦 那现在也满一个月了 请问你们要不要通缉这个吴玉飞 那这个就是看检调 接下来会不会这样办理 可是同样的哦 我为什么刚刚一直强调 那个超司机档案 就算张其楷委员要在 立法院的院会成立 调查委员会也没有用 因为他是司法调查中的案件 你根本不能侵持 立法院的国会调查权 也许这个案子的司法的调查的成立 或说启动 就是为了用这个视线案 最后的这个结果来卡你的调查 实际他就调查 他就放在那边 我们有很多司法案件 启动调查到起诉 一年两年三年的都有啊 郑文燦的案子 从启动调查到现在 起诉花多少 七年啊 七年啊 如果一个案子可以查七年 才起诉 那我们讲超司机档案 张其楷已经不是立委了啦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如果今天哦 这个叫做天衣无缝的合作 北检就是 我只是为了帮忙处理 让他进入所谓司法调查状态 而动 所以你就发现 监察员为什么在 那个时间点做出调查报告 然后呢剪掉谁知 这个打折谁棍上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 大家套好招了 目标是要让立法院的 国会调查无法行使 那我想这个我只能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阴谋论的话 我只能说赖清德政府高招啊 为了cover所有的弊端 让国会没有办法真正调查 会用假调查来掩盖真调查 当然我希望不要是这样 我希望不要是这样 但是目前看起来 比如说同样有一个祖贤在日本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传到他 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对他发布通气 即便说他是什么双重国籍 我们都一样要发布通气 除非今天他已经回来了 如果你通气了举止 理论上这个同样的在日本滞留的 这个人也应该要通气 那举止他 我觉得他的这个关系 当然你从会查到举止这个人 就代表什么 代表柯文哲的所有通联记录 已经被检方全部分析完毕了 所以才会有那个什么 每周刊去写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精华 什么出镜 精华出镜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orange orange精华出镜 然后还有什么 什么钱要保护好 对 类似这种感觉起来就 这不是口语 这感觉就是类似那种传讯息 或者说那种赖对话子里面的 那里面只要扯到 我相信如果今天你是检察官 你在柯文哲的这么多的讯息里面 假设已经破解 就是说拿到那个所谓的议文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快速浏览出有问题 第一个关键是打钱 所有跟钱有关的 全部跑出来 看他是跟谁谈钱 然后第二个精华 跟精华城有关的 打精华或精华城 跑出来 所以这个现在很明显就是 柯文哲的所有通联 通通都已经被检方破解 好 破解完毕之后呢 要干嘛 他要做的就是分析这些东西 跟案情有 到底有没有关系 所以就会把一些关系人签出来 像举止应该就是这样的关系 签出来 那如果今天举止 比如说他很快的 他在曝光之后 他就回来说明 也许就没事了 那我也觉得民众党里面 我不相信有人会不认识举止 就是说 就不会是所有人都不认识 但是 这两天我看到新闻 我就觉得很纳闷啊 连家人都说什么 半年没有见面 什么没有联络 上一次见到是年夜饭 对 那我就觉得匪夷所思 就是说 那到底今天这个角色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确实让大家会觉得有点怪 如果他继续滞留在海外 连被通弃了 注意啊 护照如果你被注销 那你在这个日本 你的这个拘留期限满了之后 你就叫非法拘留 如果今天日本抓到 是会把你遣返的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他们 或说北减他们希望达到的效果 举止 你终有一天你要回来 除非你从日本离境 你在合法拘留期间 从日本离境 而且呢 离开到不需要护照的地方 那在哪里 也不需要中华民国护照 哈 不就是中国大陆嘛 所以才会 你看到有一个名嘴直接先讲说 我梦到他要去香港 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嘛 好 所以我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举止如果没有回来 对于柯文哲要厘清案情 确实会造成那些困难 那但是呢 如果他不回来 相对来讲 如果他真的是那个关键人物的话 某种程度 柯文哲的一些关键事政 可能也就没有办法去查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前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晒凝露